踏入2022年,新冠肺炎变种病毒Omicron引爆本港新一波疫情,二手市场减价盘激增,美联物业按该行网站放盘叫价偏定的美联信心指数,MCI,最新报47.5点,为2020年4月以来首次跌穿50点,按周急设12.1%, 亦是2020年4月中旬按周错19.1%以来,近21个月按周最大跌幅,该行最新的楼价指数报170.25点,今年暂错1.25%,美联估计楼价受疫情影响,首季有机会降2%至3%,美联物业2018年起每周因应该行网盘的价格变化制定MCI指数, 指数越高代表减价的业主减少,下跌则表示越来越多业主减价,该指数由2020年1月肺疫爆发前报70.8点, 自同年3月报错至45.9点的疫后低位,累错35.2%,去年流市气氛理想,MCI大部分时间维持60点以上,为过去两周新冠肺炎疫情急转值下,指数亦明显急错,计上周一,17日按周大跌 8.2%后,昨天,24日公布的指数更布设12.1%,为近21个月最急,最新布47.5点,属2020年4月20日录得47点以来的21个月低位。 单以最近两周指数计,MCI以类错11.3点或19.22%,以分区作比较,沙田区全区放盘中有16.6%减价,比例冠绝全港,九龙东启德亦有9.8%,鸭利州区则以9.7%紧除其后, 以面积划分的话,实用面积不足431方尺的A类单位减价盘比例最高。 市场信心转差,楼价呈现跌势,美联物业根据全港138个主要中小型私人住宅屋远成交个案 偏定的美联楼价指数最新遣守170点,报170.25点,按周降1.12点或0.65%,年跌两周共0.93%,最新指数已跌至去年5月6得170点以来的8个月低位, 较去年8月的177.27点历史高位,累跌7.02点或3.96% 美联物业首席分析师刘家辉分析,新一波疫情未止,甚至有蔓延趋势,令楼市笼罩负面气氛,急于沽货的业主劈价, 部分本来叫价硬正的业主亦着量减低,令减价盘数量增加,拖累信心 指数向下,楼家辉强调,信心指数急跌,不代表楼价亦有相同跌幅, 唯受疫情蔓延影响,楼价短期回远避免不了,由于本港住宅新供应未见大增, 本港的利率走势亦未知会否跟随美国联储局的加息步伐, 相信今年首季楼价调整幅度约2%至3%, 目前美联楼价指数较去年底的172.41点跌约1.25%, 若首季楼价跌约3%,指数将降至167.24点, 辽属去年4月以来低位。事实上,近日多区爆发疫情, 以大幅影响二手业主的放盘心态,过去周末22日至23日中原地产统计的十大屋苑预约体楼量, 以年初五个周末至420组,为近一年低位。 沙田第一城有二手业主急于放售。过去周末减价17万元或2.4%, 以低市价6%的683万元。沽出其持有的低层三房户。 美联物业住宅部行政总裁报小明指出,因应疫情扩散。 整体二手市场近日愿意减价的业主增加。个别成交低市价5%至10%。 他提到,部分大型二手屋苑如沙田第一城和天水为江湖山庄等去年楼价升势较显著。 现时造价1000万元或以下的单位叫价软化。 部分业主因为换楼和移民等原因。肯平小小卖。 一般二手业主乙价空间尿约2%至3%。 至于葵冲等疫情较严重地区的屋苑。 相信急于沽货的业主乙价空间更大。 约5%至6%。 他举例说,葵冲广场和新葵芳花园等屋苑。 由于较接近疫情爆发的范围。 业主放售时或需提供较大的乙价空间。 também有会用旅酒。 调侠的适手。 担任弟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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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你又怎么样? 当然19、不正常是和平的将来。 这里也有变成对。 我们对于宇宙一带的签讯观点。